我当初去东莞去见你 我是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这个草长得太高了 长得好宽 比这个空心菜的好长的 因为下雨天肯定长得宽 在早上前两天我们撒了肥料 全部被这个草吃了 昨天晚上你跟谁打的话 搞得我站旁边 那个房地都没睡着 肌力刮了肌力刮了在那里讲两个小时 我姐又打电话叫我回去了 回去干什么 她说家里面的忙不赢 几千个鸭还有十几个猪忙不赢 忙不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肯定有关系啊 我跟他和和养猪养鸭肯定有关系啊 我不是叫你不要回去的吗 问题是我都打了2万块钱给他了 叫他又转回来给你啊 转回来怎么可能嘛 那钱都买买鸭苗买猪仔了怎么可能嘛 等他赚到钱叫他转过来给你就行嘛 我那里我马上就要准备 买猪仔回来了 是吧 你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我跟你说如果赚到钱我退股了我财不那个呢 退他妈别的 对啊如果你说了赚到钱再退给我 那我肯定不愿意啊 我也想分红啊 所以说我姐就叫我回去啊 回去打理啊 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啊 因为她要照顾小孩 然后呢又边上班又忙不赢 她老公呢又有她老公的事 哎不要听理解的 就在这里跟我好好干就行了 问题是你这里都没有动静 这困难只是暂时的 知道吧 只要我们一点一点去解决 困难你不解决 就是粘了 知道吧 那我不回去了吗 肯定不能回去啊 问题是我姐她说了 她搞不过来 她一个人 我这里马上要买猪仔了 再等个 10天这样子 10天你还等不了 等10天 我一定买猪仔回来给你看 买多少个嘛 买20个 20个 问题是我姐那边怎么办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我又要掏钱出来请人 那个工钱又是我付了 我姐都说了 她打算请我大嫂帮忙 因为我我姐炸的很近嘛 你娘家 才两三公里 那两万块钱就算是送给她的了 我才不搞呢 2万块钱 不是 你以为2万块钱只是抓那个鸭苗回来 而且中途还要喂玉米啊 这些给她要买料的呢 买料还要花一大笔钱 买料比买 买这些东西都贵 你知道不 你最好想个办法 叫你姐把那2万块钱 抓过来给你 你拿给我 我去买猪仔回来 我还要拿钱给你买猪仔 不然肯定拿 那你没钱吗 我 我有啊 有拿你的买就好了 我这个要结婚用的 哎呦 你那个结婚用了 我这个要买房用的 哎呀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得回去的 不然的话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 她一个人又要上班 又管几千个鸭子 然后又 十几个那个猪 要带两个小孩 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嘛 她老公又没时间 我这里10天后 你再等我10天后 如果我没买猪仔 你再打算回去回去 好吧 如果我买了猪仔 你就不要回去 那不要回去 到时候我又花钱请人 那那个钱到时候又是我出 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说 你回去之后 我们再也没办法见面了 你走你的阳光照 我过我的独木桥 不是可以在手机上面见吗 手机上面天天 通话就好啦 这叫什么 现在三年代了 我当初去东莞去见你 我是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还不是想 请你回家结婚 想找一个老婆 你的意思是说 巴比特拉 完了 哎你干嘛 哎这个人真的是 当初说的好好的 他不养猪了 不养猪 我才投在我姐那里养猪养鸭的 他现在倒好 又说他养了 那养的话 我也不能到处两边跑啊 这样的话 我也很累啊 如果这个月在我姐那边管 然后下个月来他桂林大山这里 那也不可能啊 是不是 毕竟我姐呢 她一个女人 她也忙不过来 又要上班 又要带两个小孩 她老公啊 又没时间 而且现在小孩没放暑假 怎么可能搞得过来嘛 就算我姐不上班了 辞职了 签职干 那也忙不过来啊 一个人要管几千个鸭 十几个猪 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嘛 而且晚上还还要守在大山里面 现在那个猪小 还有那个鸭也没长大 不要守在那个大山里面没事 但再过个过把夜 那个鸭子大了 猪大了 那肯定得有个人是要山里的 守那个猪的 不然的话 那些猪啊 鸭 又被别人偷了 因为在大山里面嘛 不是像在村里面 那肯定要得有个人在那里看 那我不回去 谁帮他嘛 是不是 那当初那个路是我跟他两个人选的 那肯定是由我们两个人来走啊 是不是 不可能又要叫我爸妈回来帮忙 或者叫他公公婆婆去 那不可能 他公公跟他婆婆也有他们的事情要做啊 哎我都搞不懂这个熊八块 真的是 当初说的好好的不养猪了 现在又跟我说要养猪了 哎不要他搞哪一套 叫我给他10天时间 那我就给他10天时间 看他10天时间到底养不养 不养的话说真的 我立马走人